OK那上个礼拜主要大概把它切成四段 主要呢就是利用那个枢纽分析 枢纽分析表 以色列里面的枢纽分析表 做那个计策的窃盗 那当然你也可以延伸里面在 不论是台北市 或者是说其他的县市 当然你如果这个搜寻那个开放资料 其实可以找到很多有关窃盗 治安相关的这个资料 那当然大部分呢是用CSV 那少部分也许他用其他格子 包含可能常用的像XML 或者是说呢像JSON 其他的话可能用网页 那如果说你要想要把这个资料 扒取下来的话 在做数纽分析的话 那当然呢就需要用到 这个ECEL里面提供的一个 这个从这个Web的功能 从那个网络的资料里面 它提供了蛮多的功能 可以帮我把资料汇入 那这边的话呢当然 我们可以找到那个资料里面 有一个汇入的相关功能 那里面当然最常见的 不外乎就是我们之前用的 如果是CSV的话 是从文字档 所以CSV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 文字档来处理 那其实它跟那个文字档TST 其实最大的差异呢 其实主要就是CSV里面 它中间是加豆点符号 把它隔开来 OK那其他的话当然还有从什么 从XML 如果将来呢网络上有XML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呢 利用这个从XML的这个资料汇入 也可以把资料汇进来 当然如果你对应的程式不会写的话 你也可以用录制聚集的 当然呢目前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版本是2016 那2016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它少了一个叫Json OK那Json的这个格式 这个这个档案格式 以前的处理方式呢 会用那个像Python来做会比较 相对比较简单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想说 我大部分其实我都是用Excel 然后我如果说我为了要下载一个Json 然后我还要再去开Python 的话啦相对其实也是蛮麻烦的 那有没有办法就是说 如果要像Json的格式 要把这个档案下载下来 然后并且还是可以转移到 那个这个Excel的话 其实它有几个方案 因为我最近用了那个2019的版本 2019的版本 它在这边多了一个 就是什么 从Json资料汇入的功能 所以当然如果你是用这个 你有这个Json的档案下载需求的话 要不呢你就是升级那个2019 不过可能要花点钱 要不然的话呢 可能就是假设啦 你一定要在Excel里面 汇入资料的话 当然你可能还是 如果你不用这个2019的话 还是用2016的话 那你势必你就要用VBA 去把这个Json给切出来 那怎么做啦 当然基本上 Json实际上 它也是放在网路上的一个文字档 所以你也可以把那个文字档给下载下来 但是呢 比较大的差异点就是说 它里面的格式 它的格式规则一定 Json的格式一定是一个大瓜糊 然后里面的话中间还是用斗点隔开 那斗点隔开的话呢 它的结构一定是一个 前面一定是一个key 后面是一个value key value 这边再一个key value 那这个key的话呢 大部分的理解就是栏位名称 后面的话呢 是放那个栏位名称的什么资料 那key一定会一直重复 所以如果下一个大瓜糊 比如说斗点 然后下一个大瓜 一定会有key 这个key的话跟上个key 名称会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后面的value是放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了解那个 Json格式的结构的话 那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 用那个vpa 把它做什么 资料的切割啦 那切割可能要切两次 第一次的话是切斗点 第二次的话是切冒号 然后再把冒号后面的资料给取得 一样可以把这个 Json的资料汇到这个vpa里面 不过相对的啦 你可能就是要花比较大的力气 就是说 要不就是说啦 你就花钱去买2019 要不的话就是用vpa来撰写 大概是这样 那至于说这个程式如何去撰写的话 后面呢会再跟各位说明 当然这个程式呢 对有些同学来说是相对复杂 不过至少你理解 观念 那后面的话呢 我已经就是有写 这个对应的程式 我们按目就班再来看一下 那也就是说呢 以后如果假如 你不希望 这个用其他的方案 像2019 或者是用python来 抓取资料的话 那其实 本身的vpa也办得到 但是 就是要自己写 所以有些东西 如果本来没有这个功能 我觉得最后还是非得 利用vpa来做撰写 那这样最终 还是把那个vpa程式 如果你把它学好的话 那很多事情相对的 就可以得到解决 OK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 我们最后讲到的部分 那我们是把这个相关资料 放在那个云端 白板上面 那上个礼拜的话 那我们是讲到第10页 这边总共有7个连结 那本来我们之前练习是 只有抓一个连结 如果说我要抓7个连结 同时抓下来的话 这个部分呢最大的变动 就是 把这个sub 把它改写成什么 共用的sub 所谓的共用sub 特别是因为我们有7个连结 那这个7个连结做的事情 其实大部分都一样 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 哪两个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 就是它的 UIL UIL指的就是它的网址 上面有没有 每个网址的 它的上面这个连结 一定都不一样 OK 那所以呢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透过什么 传递 这个所谓的参数 去 变更什么 它里面的这个 资料 的目的 那你就可以不用重复 一直写 假设如果你不会用共用的sub程序的话 那变成说你就是必须要 写7段 一模一样的程式 当然呢相对起来看起来 不是 不是很OK的 但是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写7段 那也可以啦 只是说对于 程式设计来说 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将来你要维护的话 变成7段程式你都要 去维护 但如果你把它写成共用的话 那你只需要维护 一段程式就可以了 只是说呢 你必须要学会 什么叫共用程序 所以特别重要关键的地方就是如何 在原来的sub 比如说这个这个原来 如果没有小瓜糊里面没有资料的话 那意思就是抓 只有抓第1个 那如果1到7都要一样的话 那你可以在那个什么小瓜糊里面的传递两个 两个参数 那参数名称可以自己定义啦 比如说我就取一个 将来我需要两个东西 一个叫UI 就是你提供给我两个东西 一个叫网址 第2个的话呢 给我R 那R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将来呢 我下载之后的话 应该要放在哪一列开始 比如说下载第1个 那我从A1 可是我 在下载下一个不能再一直放A1 因为如果放A1的话呢 那势必 它会被盖掉 要不然就是说像那个 Excel下载这个好像会向右移动 就是 如果你要放A1的话 它会把它挤到右边去 所以我们第2个参数是 知道 最下面一列 在哪里 然后把它加1 就把它放在最下面一列加一列的这个位置 OK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可以做到 传递引数 所以传一个 参数过来 然后呢 我们再来告诉他说你放哪里 那底下的就是主程式 所以将来执行的话呢 一定是执行下面这一段 OK 所以你会发现 执行的话呢 是这个 没有任何引数 所以特别注意 执行是执行这个 你不要没事就执行 事情有同学是执行这一段 那一执行的话当然 就不能执行 为什么 因为里面你没有传任何东西给他 变成是空的 这是空的 那一执行 就会发生错误 所以特别说这两段 一定要同时有 如果只有一段 比如说只有上面这一段不能执行 因为没有参数 只有下面这一段没有上面这一段也不行 因为将来呢 我们要呼叫的时候 像这边有一个 执行 CALL的动作 那因为 他找不到这个东西 叫零售市场 零售市场在哪 在上面这里 那如果没有这一段的话 那也 无法 这个这个执行 所以这两段一定要同时 所以上个礼拜的东西 假如说 你没有存到档的话 没关系你可以直接再开一个空白的活跃步 然后开启 Visual Basic 那这边按右键 插入那个模组就可以了 就把刚刚这两段贴过来 就其实可以弱了 我试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第一段 那你贴的话 像这一段一定要先贴 再来就这一段 所以把这两段一起贴过来 把它贴上来 当然将来 这些东西你也可以拿来当范本 如果写过东西 以后要用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留下来 否则将来 你要重新撰写的话 要重新撰写这个东西 其实真的还是蛮有难路的 那当然了如果有些你不会写没关系 你就是把它 当成是一个范本 OK 那当然首先的话 这边重点就是 我如何处理什么 七个 王子 像七个王子在这上面 那这个七个王子 我势必就是要 把它放在 假设要放在变数里面的话 变成你可能要七个变数 A B C D E F G 那不可能 所以 这边会需要多学一个叫正列的东西 正列的话 通常我们会在前面 在名称前面会加一个ARarray array的缩写 然后UIL 那里面的话 记得就是 最重要的是 增加一个关键字 叫array array的函数 这个array函数 前刮弧到后刮弧 这个范围 里面你只要怎么样 给他 他要的资料 第一个资料 在这里 逗点 第2个资料 逗点第3个资料 那你可以呢 在 这个里面呢 就放多个资料 那以后存取的话 你只要跟他讲说 我要第1个的话 那就是这个 后面加 小瓜糊0 小瓜糊0的话 就抓第1个资料 小瓜糊1就抓第2个资料 编号从0开始 OK 所以有7个的话 就是0到6 特别之后 0到6 总共7个 特别之后 这个array 同学比较容易发生问题 就是编号 常常会误以为是从1开始 OK 那变成说 那个编号 这个会搞错 记得从0开始 最大是6 OK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再来就是说 把这个回圈 给他之后的话 这个array 我们可以将来用 配合一个回圈 去抓里面的资料 所以 通常呢 如果你弄了一个array 你要抓取里面的资料 通常 会搭配for回圈 那for回圈的话 你只要告诉他说 我从0 基本上 0 这个0后面的话 其实你可以到6 当然这个地方 你可以输入6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将来这个阵列的大小 不见得一定都是6的话 那你可以 把这个函数记下 叫ubomb ubomb然后后面的话 加一个array 这个array的变数名称 那他就会自动抓到什么 自动抓到这个array的最大 编号 OK 比如说这里面的话 最大编号是6的话 那他会自动抓到6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ubomb还蛮常用到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 你根本 不会知道说 这个阵列 是多大 OK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把这里面的url 一个一个的抓出来 那再来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那我那个r 应该给多少 那当然呢 理论上我第一次 第一次执行的话 应该是在第一列 所以呢 如果a1 等于空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条件 如果a1那个储存格 假设像现在这个情况 a1一定是空的 也就是没有任何资料 那a1 里面 a1指的是这个储存格 所以呢 我要判断这个储存格 是不是空的 那 如果是空的 那我直接 r等于1 意思说我从第一列开始 放资料 那他将来就帮你把资料 从a1放 OK 但是如果呢 我第一次这个已经有资料了 那当然就不能再从这边了 所以呢 第二次的话就向下追踪 把向下追踪的结果 把它加1就可以了 OK 所以 这边的话也有对应的程式 如果 假如他不是 所以这个为处 为处的时候跑这个 r等于1 那为force的话 那就是向下追踪 也是一样 a1 向下追踪 取得他的利好 有没有 向下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动作啦 Ctrl向下 然后取得 这个是一个 取得那个资料 的那个什么呢 他的属性 就点落的话 就是把里面的资料 帮我 回传回来 的意思 OK 应该可以懂 这个意思吧 然后呢 后面就直接 把 抓到最下面 因为我不能从那一列开始 要从那一列的下面 那一列直接放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把什么 把那个 我们的网址 传给谁 传给 这个上面的 去抓 然后呢 哪一列 跟他讲 所以 底下就call 也就是我先 知道这两个讯息 然后并且传给他 那一个一个的去把资料 抓下来 所以呢 如果我把它切上了 我run一下 复习一下 上海外的东西 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特别之后 不要从这边执行 因为他是有 小瓜糊里面有东西 这个执行一定会出错 他一定会这样 他没办法执行 因为他的角色呢 只能够被呼叫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他是一个共用的程序 共用的sub 共用的程序的话 那他的角色一定是被动的 被动的话一定是要对应到哪里 一定会有一个这个 叫call 有没有 call他 他必须有丢资料给他 他才work 他如果没有丢任何资料 他就不会work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 在这边执行 那我希望按F8 第一个的话 先产生这个阵列 所以这个阵列 如果你想知道里面内容的话 你游标放上去 他不会显示 但是你可以选取他按右键 这边有个叫新增监看式 新增监看式的话呢 就是 你可以呢 在下方有个像 眼镜的东西 他有个加号 你可以把它展开 你可以看到 他每个阵列 总共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array里面就有0到6的编号 那里面放什么资料呢 他也会在这个底下 让你知道 这个放第1个 放第2个 第3个 一次类推 这边有一排 然后他的形态也会告诉你 等等的 那内容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 如果你想 观察 这个变数里面的资料 你建议可以用那个 所谓的新增监看式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把 什么那个 这个阵列里面的资料取出来 那取出来一定要配合一个回圈 所以刚刚特别提到 那再来的话呢 uburn array 你会发现 他这个结果等于6 意思告诉你说 这个里面的最大编号 就是6的部分 所以这个uburn 其实他就取得什么 取得 目前 这个的编号 6 把这个6里面的数字呢 帮你带过来而已 OK 所以这个 就是uburn 的作用 另外当然 还可以 顺便了解 有一个函数 如果我想知道呢 他这个正列里面 最小值 最小值通常0 不过有的时候 不一定是0 那你会 把这个 uburn 改成什么 改成 l-burn l-burn 就是 他就会取得是0 OK 顺便讲一下 不过l-burn用的比较少 因为大部分正列通常是0 那0 你就不用特别去抓了 所以这个有个固定 这个 u可能是up的意思 l可能是low的意思 所以他有时候取名声 大概是这样子 顺便学会一个 其他的这个 这个函数 好那如果我知道之后的话呢 再来什么 就是向下追踪 那就是 A1是不是等于4 等于空的 所以R等于1 然后呢 我就把什么 把目前的 第1个资料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是 I等于0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资料呢 他就把第1个抓出来 第1个什么 第1个网址 然后跟 要丢到哪一个列 就取得这2个资料 那这2个资料呢 在call 零售市场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call 他就跳到上面去了 然后把这2个资料 传给 UIL这个参数 跟R的参数 那特别注意喔 这边的R 是R的变数 那这边的R 他丢过来喔 虽然名称一样喔 可是这边已经叫做参数了 虽然名称 取一样喔 可是他两个是不同的东西喔 这一点可能 这个是变数 传过来之后呢 他就变成参数了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喔 有可能这2个取不一样名称 但因为我有时候为了偷懒 就给他取一样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要取不一样名称底下 层次的名称也要跟着修改 不然的话 你要改蛮多地方 所以有时候我都把他用一样的名称 好那再来的话 你会发现喔 我们这个名称有没有就变动态的 有没有 他本来这个是放 这个底下这个网址 我把它改成动态 所以动态的跟 这个什么呢 Texter 分号串在一起 意思说哪个网址 然后呢 Distination的话 就会什么 Range 这个里面是11 那11的话串完就变成说 他是A 有没有 他变成A1 储存格 那Pattern Phone 使 这个Pattern Phone 就是他的编码方式 950 950记得 就是Big 5 OK 当然以后如果你看到乱码的话 记得把这个改成 65001 就UT8 如果将来 后面我们会讲 如果乱码的话 然后是不是 豆点隔开4 那就帮我豆点切开来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就怎么样 把他 是不是把 下载下来4 就下载第1个 OK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就到网路去 捞取那个什么 我们的那个 资料里面的第1个资料 就抓下来了 有没有 这边现在后面就显示出来了 那再下来有没有 这第1 1月份的 应该是 我把它卡住向下 到 最第1个档 1到7月14 那这样的话 就抓到了 那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零售市场的任务 就达成了 他就 End sub 就跳回来 你会发现 他就从这边怎么样 就跳到Nets了 又回来了 所以基本上他是被动的 被这个组成是呼叫 呼叫完他又回来了 回来之后Nets Nets 那意思是说 I这个就变成E了 有没有 E的话意思是在抓下一个网址 另外的话 顺便判断一下 R 那R目前 你会发现 A1里面有 有没有资料 有 所以你会发现 他里面 会等于False 如果是False 就开关 这个关掉了 你不能再走这边的 你只能走另外 走L OK 所以他就变成说 向下追踪 那回来告诉我们说 这个数字是多少 24475 24475就是 发现24475 其实就是这个数字 把这个数字抓过来 的一个动作 24475 那抓过来之后 当然我们将来 并不是放在这里 而是放在他的下一列 所以后面再加1 OK 那把这个加1的结果 放在R 所以意思说 我们将来是放在 这个的加一列的下面 我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因为我发现还是蛮多同学 对每次都问说 老师这个点落是什么 点落其实就是 这个里面的资料 带过来 就是那个资料 OK 所以有的时候 程式他其实 就是 利用所谓的属性 这个属性 其实白话的意思是 里面的资料 或者里面的设定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可以 透过什么 透过一个物件 什么物件呢 就是这个range 去取得 那里面的资料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 不就可以很动态的 就 就不用像以前 我们用人工去看的 以前用眼睛看 24475 然后把它打在这里 那每次你都要用眼睛看 那当然你会很累啊 就是变成说 以前可能要用人工 用眼睛看 用滑鼠操作 用键盘操作 得到的结果 那你要变成反复 人有点像 人在跑程式的这个流程 变成所有就把它写成程式就好了 OK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变成说 只要你把这个 程式逻辑都写完之后的话 以后呢 人就不用操作了 你会离开这个 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就自动完成了 所以底下都一样 我就让它跑 所以抓到 R的话 就等于是 2 R 在这一行还没跑 所以这行跑完 本来是1 对不对 把它盖过去 它现在就变24476了 有没有 加1嘛 变 就 加1就变24476了 那再来一样 就把这两个东西 再传给 零售市场 有没有 它就又被呼叫 那再来就抓下一个网址 再 再来就抓什么 抓那个 Range的 有没有 A24476的位置 然后一样 就动作都一样 所以把它 再抓下来 那就再跑一下 有没有 那一般它又开启了 开启完之后呢 绕一下 这时候呢 就换下一个 下一个应该就抓下来了 OK 有没有 这边就有了 那同样的道理啦 底下又一直往下 一直抓一直抓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大量的网络资料 当然不要傻傻了 自己用人工做 所以很多人每天在那边下载下载下载 然后每天开开开 那每天 再合并合并合并 那其实当然呢 结果是一样的 可是效率绝对不一样 而且如果你每天每天做的话 你会发现每天一个月累计下来 你浪费多少时间 所以其实基本上吧 这种事情将来 应该如果是一个管理人 比如说HR的话 他一定想说 那我干嘛浪费这个人力 我只要将来请一个 会写程式的人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 如果 能够请到 会写VBA的 跟不会写VBA的 那当然找 会写VBA就好了 他即便贵一点 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对不对 因为你看 这个效率会差多少 恐怕不是 两倍三倍的 这可能是百倍千倍的 而且如果你每天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 的话 那我只要把你们每天做的事情 了解之后 写成程式 这件事情就不用再做了嘛 对不对 你就可以 去做别的事情了 做什么事 去写程式嘛 对不对 或者是做其他的事 但如果你不会写程式的话 那你可能就会有危机了 因为 公司可能会 没办法用到你啦 对不对 技能不符嘛 那怎么办 当然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发生 所以也许啦 我是建议 以我目前看到企业的发展 现况 还有对于那个大数据的趋势 你会发现 可能未来 这些东西是必然性的 而且喔 如果再看远一点喔 还不只是这个而已喔 可能还要加上AI 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一直强调要结合AI 有没有 那AI的话当然就让程式怎么样 它具备有 学习能力 什么叫学习能力 如果这程式逻辑 它有些东西改变了 那以前还要人工来改 对不对 那AI的话就不用改 它会自动学习 然后呢 下一次的话会做更好 OK 所以 当然 不过那个已经又更远了啦 那不过我们可以切断 你可以预备啦 那也许是 十年计划吧 那这个可能是 三年计划吧 至少你要 这三年内吧 至少啦 这东西我觉得 当然不一定那么简单 可是也并不是完全无法学习的 OK 如果你懂了这东西的话 我觉得还蛮方便啦 那剩下东西呢 我就把它乱完 全部再乱一下 OK 那剩下来就是什么 你就在那边等嘛 那等的时间你也可以去 去做点别的事嘛 泡个咖啡嘛 这个去跟同事打屁嘛 对不对 或者是 或者是 发呆一下 是不是 放空一下 也还不错啊 不然每天忙忙忙 忙到不知道要干嘛 OK 那当然呢 你就会有多余的时间 好那做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你就可以把这个资料 全部都下载 会有7062笔资料 但是里面的话 第二个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 这个日期 因为他每 总共有七个 档案 然后他的那个七个档案 每个开头都会是日期 OK 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 当然 你有几个方法啦 你可以什么 寻找 全部 然后呢利用他 如果你不写程式的话 你可以什么 把这七个 第一个不要选到 第一个留下来 其他删除的话 记得你可以用什么 删除里面 删除列 你不能说直接选这样 选这样按Delete 他只会把那个日期里面的 储存格式要删掉 那如 像这边Delete好了 像这样 你看 是已经把那个里面的资料 删掉了 但是他删除的状态是怎么样 我们跳到 这个 如果你按Delete的话 理论上他只会删除那个 他里面 这个 那如果说你要真的删除里面的资料的话 记得要用那个删除列 Ctrl F Ctrl C Ctrl F 把它寻找一下 记得如果你要删除除了第1个的话 你可以删除 删除列 那如果写VBA的话 假设 因为 假设刚刚那个动作呢 你就变成说 每次都要人工来做一遍 那如果写VBA就这一段 删除 就是 日期列 那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删除日期列 最后再把它加到这边来 然后删除的方法 我上一拜讲过 你们可以影片再看过 然后意思就是如果 他里面的资料 假如是 Ctrl向上 假如这个里面的资料是日期 这两个字的话 那就帮我把内列的资料给删掉 而且比较关键是要 倒过来 反序 反向的删除 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删掉 这样执行他 就OK了 而且蛮快的 因为这个在电脑跑的话 效率应该是非常好 最后如果说呢 我希望 组程式里面 不要 最后还要再多个动作的话 那你一样可以什么 把 这个删除日期列 Ctrl C 贴到这个下面来 前面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call就可以了 意思说我全部跑完之后 然后就顺便帮我把所有的列给 那个多余的日期 的那个栏位列 帮我全部删光光 那就他下午 下午完之后 就顺便删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是上个礼拜的重点 因为这个还蛮重要的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 上个礼拜提到的部分 再了解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还有个范例 比如说如果今天针对什么 针对那个 股市相关资料 这边有一个 政府开放资料里面 有个个股日成交 行情资料 如果你要把他抓下来的话 诶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OK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要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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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